过了子时,防风被一袭黑衣翻窗而入,一直焦虑未眠的小妖以为来了歹人,如惊弓之鸟一般,从床上弹坐起,准备投毒。 下一秒,心口鼓虫传来的波动告诉她,不用怕,来人是她。 她刚稍稍宽心,却又感觉到她气息紊乱,忙不迭跳下床,鞋都没穿,担忧到怎么受了这么重的伤。 防风被摘下银白的面具,嘴角勾出一抹浅笑,不算太严重。 说着,一声咳嗽,嘴角溢出一行鲜血。 都内伤了,还叫不严重。 小妖有些心疼,又有些生气地瞪了她一眼,赶紧将她扶到床上去,她扯开自己的衣巾,把雪白的脖子凑了过去。 防风被一手拥住她,一手固定于她的脑后,缓缓扶下头,当冰凉的唇贴上侧颈的瞬间,尖牙刺入了皮下的血管。 她开始瞬息,随着脉搏鼓鼓流出的鲜血,舌尖偶尔还要不老实地舔势一下,惹得小妖苏痒不止。 她轻哼了一声,有段日子没被她吸血了,她诧异地发现,自己的身体居然迷恋这种微微疼痛中又带着酥麻的感觉。 你吸血就吸血,别舔,小妖不满地抱怨,可是出口的话绵软无力,倒更像是娇滴滴的身影。 防风被饥不可闻地轻笑了一声,鼻尖呼出的炽热气息喷洒她的景象,令她本能地色缩了一下。 过了许久,防风被停止了吸血,开始僵直在床上运工疗伤。 小妖从收纳袋里找到不屑的药丸给自己吃了两颗,然后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。 第二天,小妖醒得很早,枕边人仍旧双目紧闭,但气息已经平缓而深沉,比昨晚的状态好太多了。 她还穿着黑色的夜行衣,胳膊和肩膀有几处被利刃划破,因为是黑色,看不出有没有流血,有没有严重的外伤。 她伸手想去脱掉她的外袍,检查一下。 夫人一大早就这般热情,我真是受宠若惊。 防风被抬眼望她,眉眼含笑,目光所及,一片细血。 夫人!小妖白皙的两颊豁然印上两道红韵,如火烧斑灼热,伸到一半的手疏的收回,谁,谁是? 你夫人,别乱叫。 防风被微微歪头,一本正经道,你亲口说过,你要嫁我,我九个脑袋都记得,可不许赖账。 那,那咱俩还没?成亲,你怎能叫我?叫我? 防风被憋着笑,闲适地说,我提前行使下夫君的权利,不可以吗? 小妖的心蓬蓬直跳,低头一掩盖不住娇羞,一时间,飞色的面颊蕴蕴春花,云霞涌动,毫不俏丽。 防风被满意地看了看自己媳妇被自己调侃到羞奶的模样,清了清嗓子,悠悠道,好了,不逗你了。 我身上没有严重的外伤,内伤是被几个厉害的阵法所困,强行破阵实阵伤的。 小妖恼羞成怒,防风被。 逗我很好玩是不是? 嗯,逗你就是很好玩。 小妖朝她张牙舞爪,做出类似野兽扑食的动作,要不是估计她有伤在身,真心想给她两拳头。 防风被笑。 午饭后,她又吸了一次血,调吸了大半个下午,内伤才算好了一大半。 一连几日,他们都待在客栈,中间有五王的人过来盘查,说是王府丢失了重要图纸,防风被巧言吝啬圆了过去。 待伤势痊愈,她寻了个机会向五王传话,把当日刺杀专需失败的原因直接扣在了屠山井的头上。 她告诉五王,屠山市提前隐藏了大批暗卫在轩辕城,并在她行动时出手攻击她,这才导致她错过了刺杀专需的最佳时机。 屠山井想做黄雀,她偏偏不让,不仅不让,还要让她跟五王欲棒相争。 做好了所有善后的工作,防风被带着小妖回到了清水镇。 没有直接进山,她先带她去了回春堂隔壁的小院。 小院深静如旧,室内却比上次来时,要更拥挤紧凑一些。 书房里隔出了一间药房,添置了一顶药炉和几个架子,可以料想,将来他们两人,一人按上看书,一人炼丹制药。 厨房里添上了碗筷瓢盆,灶台对面砍好的木柴,整整齐齐地堆放在角落,平天几缕烟火气息。 衣柜里除了有她的衣物,还有她的,还有一些个计所需的被褥床单。 床榻旁有两口大箱子,架子上有两个扶桑木雕刻的人偶,唯妙唯笑一对大肚子笑娃娃,憨态可居。 小妖对他们爱不释手。 项柳把钥匙交付到她手里,示意她去打开,她便从善如流,香盖翻开的一瞬间,一颗颗圆润饱满又色泽璀璨的珍珠,沾满了她的眼球。 她惊得下巴都差点掉下来,你不会是去海里搜刮了一个遍吧? 项柳淡笑不语。 平时看你一直在山里忙,怎么还有时间弄这些? 小妖难难道,不像再问她,倒像是自言自语。 香柳伸手摸了摸她的头,双眸热切地看着她,喜服也做好了。 过几日,秀娘会送过来,衣服找人算过了,说下月初八是个好日子,你可得仔细盘查清楚了,看看还缺什么,要够质的。 小妖红着脸摇头,我什么都不缺,你呢? 我有你就足够了。